欸你知道最近炎雅倫他也說他認愛 我覺得蠻好的啊 認識 就大家都朋友 喔因為我最近修佛 認真修佛這樣 阿本曝設是炎雅倫對象 兔子寶修佛 甜甜戀金 阿本以前在戀愛當中 最近嗎 這個節目會不會覺得很硬 對啊因為我最近就蠻公開的 就能分享就分享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看戀中 他是狂粉 各種戀中的 對我是可以同時看兩三個那種 熱戀中原阿本 金函和吳珊如等人 一起出席某寵節目記者會 不過節目還結合戀中 完全對阿本的威藝 這一次在看出去就哇 台灣也居然就是 打中我的內心的感覺 就是很想現在立刻分手在加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剛過完七夕 阿本新日分文對象 炎雅倫也是在七夕認愛 坦稱交往三年 對方是半個圈內人 他算是 現在我感覺起來 我很願意在 全部都給出去的一件事 欸你知道最近炎雅倫 他也說他認愛嗎 喔有看到有看到 交往三年 對對對 有恭喜 我覺得蠻好的阿 因為我覺得 你要遇到一個 喜歡的對象已經很難了 所以才有這麼多戀中 真的喔 因為你要遇到一個 你願意花心思在他身上的人很難 然後接下來又要追到 然後接下來又要經營 所以我覺得本來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有訊息他恭喜之類的嗎 沒有因為我本來就都認識 大家都好朋友 因為我們一直都好聯絡阿 我們昨天來就拜拜什麼的 喔是喔 因為我最近修火 快知道嗎 認真修火這樣 對 突然 因為我每天都會念兩個小時的火星 真的嗎 對啊 對啊 要禁慾嗎 沒有 那就是每天花兩個小時 消自己的夜市 對 我現在重新回演藝圈之後 就是有找到自己很平靜的點 過去的關係啦 或者是像一樣 我覺得都很祝福 希望他也可以 重新找到自己人生的重心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所以他身邊的伴你也看過 有啊 認識 就大家都朋友這樣 看了會覺得想要 有會有比較的感覺 會有什麼 會想比較嗎 不會啦 不會想那麼多